只要有我一日 绝不答应你退婚去 小妖在梅林玉险后 最先赶到的是涂山景 她有能力可以自己走出阵法 但是她选择了和小妖在一起 小妖在海底昏迷的37年里 涂山景明明可以醒来 但是她并没有醒来 初看并不喜欢涂山景这个角色 不管从字里行间里 应扣涂山景到底有多厉害 但是一个男人过于软弱 就是最大的败笔 风龙说是涂山景说服她支持苍炫 也是涂山景对风龙说 放弃轩缘选择中原 这些都为最后苍炫一统天下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些是她的能力 但是更多的是她的软弱 涂山猴那般的伤害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报复 王好听的讲是顾全大局 网难听的讲对敌人软弱 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 她凭什么觉得自己选择了原谅敌人 敌人就不会再对自己动手了呢 因为她的软弱也间接地伤害了小妖 但是重看原著才发现景其实早就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猴的折磨不仅打垮了她的身体 还重创了她的精神 她是为了小妖活着的 可以说小妖就是她的根 是她的赖以生存的氧气 风龙将景带回了涂山家 景受伤不严重 但是就是醒不过来 一直到37年后 小妖重新活了过来 涂山景才醒来过来 其实 涂山景之所以没有报复猴 不是因为她的智慧 也不是多在乎亲情 而是不在乎了 她不在乎那些伤害 她只想要和小妖在一起 小妖在她就能活下去 小妖不在 她是活不下去的 景却恍若未闻 只是急促地说 小妖 我一直希望能做你的夫君 能堂堂正正地拥有你 你是王姬 只有涂山景的身份 才有可能配上你 所以 我一直舍不得舍弃 这唯一有机会 能明眉正取到你的身份 可我错了 我不做涂山景了 能不能堂堂正正地 娶你不重要 即使一辈子无名无分 一辈子做你的奴仆 都没有关系 我只要在你身边 守着你 看到你就够了 涂山景是一个很良善的人 小的时候 也十分地清静侯这个哥哥 甚至一度风龙十分羡慕猴 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弟 猴是涂山景的母亲 碧女生下的孩子 所以 景的母亲十分地厌恶她 但是 涂山家的老夫人 对外宣称 猴和景是双生子 因为母亲厌恶猴 所以涂山老夫人 更加偏爱猴 更何况 碧女生下猴后就自尽了 紧接着景的父亲 也跟着一起殉情了 所以种种原因 涂山老夫人 其实更喜欢猴 但是 猴的出生 注定了她 做不了涂山家的组长 联姻是最稳定的结盟 而涂山猴 不仅母亲出身低 娶的妻子 也不过是猴的二等丫鬟 而景安排的妻子 是房峰家的大小姐 在景成婚前 猴将景骗了出来 囚禁起来 对她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折磨 身体上的折磨是一部分 更是告诉景 脱开身上的滑幅 她什么也不是 她将饱受折磨 衣衫蓝绿地丢在大街上 曾经认识的人 对她必如蛇蝎 而在这个时候 小妖出现了 小妖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甚至看到她残破的身体时 还会害羞 她想永远都坐石七 但是只是石七 就护不住小六 她那时候就清楚 猴是不会放过她的 后来 小妖的真实身份曝光 是浩灵国的大王姬 只有图山景的身份才配得上 图山景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 强炫非常清楚 不仅仅是可敌国的财富 还是可以左右天下的权势 图山景支持苍炫 并不是因为认可苍炫的能力 而是因为小妖 小妖支持谁 她就会支持谁 可是她低估了自己的亲人 图山老夫人知道图山景喜欢小妖后 而小妖是浩灵国的大王姬 担心图山家卷进政治斗争中 于是便将景和防风异应生米煮成熟饭 图山猴利用防风异应和图山景的关系 并且加上图山是老太太的助攻 导致了图山景喜当爹和防风异应有了孩子 导致了图山景和防风异应不得不成婚 而图山景也因此和小妖决裂 小妖乃是浩灵大王姬 即便她不是大王姬 也是西岩王的外孙女 怎么可能做小 两人因此决裂 而图山景不得不和防风异应大婚 可就在大婚之日 图山景却用傀儡和防风异应大婚 防风异应看不上图山景 图山景也一样看不上她 所以婚礼其实并没有亲自拜堂成亲 而是用了傀儡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夫妻 至于小妖也因为和图山景决裂 彻底心碎 只不过即便如此 她心中还是有图山景的 后来小妖还是选择相信图山景 色诱图山猴 彻底揭穿了图山猴的真面目 不仅如此 她更是挑拨了图山猴和防风异应之间的关系 最终防风异应和图山猴真面目揭晓 图山景却饶了防风异应一马 防风异应这才意识到不是自己看不上图山景 而是她配不上图山景 而最终这一对的结局也十分的解气 图山猴和枪炫联手想要杀图山景 防风异应设局杀图山猴 最终她和图山猴同归于尽 而图山景则被图山猴临死之前一击击中心脏而死 好在湘柳为了小妖又救了图山景一命 还以小妖之血给图山景续命 否则图山景和小妖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最终归影 都说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可是偏偏向柳是个例外 多少次小妖名里暗里暗示她 放下陈戎残军 带她走 湘柳都置若罔闻 明知道是一条死胡同 依然要走到底 长相思里 图山景代表着救赎 湘柳代表着没有得到的救赎 在死斗场里 小妖对一个绝对的奴隶心怀怜悯 她用自己的方式去拥抱她鼓励她 企图让她燃起斗志 可是结果毫不见效 湘柳走上前 短短两句话 就激发起了奴隶眼里的光芒 小妖逼问候得知 湘柳用奴隶的语言告诉他们 她曾经是他们的一员 她不仅逃出来了 而且现在过得很好 成功的先例激发起了奴隶的斗志 她苦苦坚持了四十年 终于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小妖很欣慰 同时也很遗憾 她欣慰的是 终于拯救了一个小奴隶 佐尔 她遗憾的是 没有早一点遇到湘柳 没能在湘柳从死兜场里出来的时候 给她安排一个好的去处 如果可以 她不希望湘柳备受人情冷暖 世事艰辛 然后遇到一生的结 红江 明明是一条无望的死路 明明陈戎的王族都已经投降 他们作为陈戎的残君 却要为了义气将一条倒走到黑 小妖恨 她恨红江 恨湘柳 恨无常的命运和痛彻心扉的磨难 但是她无力挽回 向柳遇到红江在前 接受红江的恩惠 教导 照顾在前 为红江 她义无反顾 注定要为陈戎残君 战斗到最后一根肋骨 最后一滴血 向柳的怕 对于小妖 向柳并非没有想法 更不是一味抗拒 她有她的爱和不得已 曾经 香柳不顾一切 用妖力窥探小妖的内心 你愿意嫁给风龙吗 小妖的表情呆滞 软绵绵地回答 不愿意 你愿意嫁给景吗 小妖的表情出现了变化 她好像挣扎着要醒来 香柳的眼睛光芒更甚 声音越发柔和地问 你愿意嫁给夜时期吗 小妖男男说 愿意 你最想和谁相伴一声 小妖张口 像是要回答 可她的表情非常抗拒 意志在拒绝回答 可以肯定 小妖愿意嫁给夜时期 不愿意嫁给图山景 夜时期是小妖一个人的夜时期 无亲无故 无处可去 完全听从小妖的安排调遣 细心守护小妖的一切 是一个很好的终生伴侣 小妖不愿意嫁给图山景 因为图山景是一族支掌 是身份更是责任 是伤害也是磨难 夜时期可以逝世以小妖为先 图山景却做不到 最终图山景愿意放弃图山景的身份 以夜时期的名义和小妖厮守终生 而向柳做不到 在向柳的心中 对红江的情谊是第一位的 为陈荣残君鞠躬尽翠死而后已 是她的归宿 而在她的窥探中 在《小妖躲闪正扎抗拒》中 一个答案呼之欲出 小妖最想和谁相伴一生 是防风贝 但是向柳不愿 以防风贝的身份和小妖厮守终生 她宁愿用一场大张旗鼓的抢婚 光明正大的杀死防风贝 来断绝小妖最后的期待和幻想 小妖的抗拒和选择 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清醒 不同立场下的厮杀和拉扯 最是磨人心智 如果向柳愿意把自己 从所谓的恩义中挣脱出来 小妖早就跟她四处流浪去了 可惜 向柳私自决定了小妖的选择 她复活图山井 教她练剑 送她海图 自私地安排了小妖的一切 真正的 嗅 闻